平衡補丁上线后小伙伴们都在玩什么卡组呢? 这是给大家带来Donkeytop这个网站上推荐的卡组 筛选的条件是标准模式 传说分段 新補丁后的卡组 对战次数最少200场 卡组胜率有高到底推荐 一起看看吧 第一套多戏法 平均胜率竟然有61.5% 可能是对局的时间和次数都不多 多戏法也有明确的自胜点 也许在補丁初期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套带了胜装歌手 E以及迷你包心卡虚空经纹 没有带脱罪例证 这套我没有实测过 10月初可以试试 第二套亡灵幕 胜率56.4% 带了迷你包心卡蓝魂走瓦利亚 新环境初期还是快攻比较吃香 尤其现在一并死期流行起来 亡灵幕打一并DK效率还是挺高的 但是对战有恢复能力的职业 可能会比较力不从心 第三套托尼德 胜率55.8% 新门本不定后我就闻了卡组 然后不觉得被一并DK克制 实战下来确实挺难 但是也不是打不了 尽量在对面塞一并前就疯狂过牌 等抽到关键牌之后启动 一并DK也无法解决场面 不过总的来说一并DK确实不好打 尤其对面下了海拉后 但是对阵其他例如防战 控制术 控制法 多细法这些都是妥妥的大优对局 对阵控制幕就看对面张鼠 有没有拉到关键牌 第四套激怒战 胜率54.1% 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激怒战迷你包新卡栗战无面者可以完全复制受伤的随从 不管复制地狱咆哮还是复制疯狂的可怜鬼 都可以达到OTK效果 当然也不一定要OTK 通过灌人战斧的buff 激怒战的场面也是可以造得非常大 兼顾战场和OTK的卡组 这套推荐给喜欢进攻的战术玩家 第五套奥丁战 胜率53.2% 虽然平衡补丁被砍了两张牌 但是补丁初期奥丁战还是一套适合上分的卡组 跟之前一张没改 匠人之锤和清理污染该带还得带 清理污染变成无费稍微有点难受 匠人之锤少一点护甲感觉还行 另外 SDT记牌系的简中可能还没更新 清理污染这里还是试费 大家知道已经变成无费就好了 第六套奇迹触手贼 胜率52.9% 也是一张没改 跟不定钱一样 盗贼终于有一套除了机械体系的卡组了 这套兼具实力和娱乐性卡组 相信大家一定被触虚统治过的恐惧 也体验过被一回和巨大的最悲坟场的怪踢过 还有花式回首却士或者游戈萨龙 反正就是感觉非常杂技的一套牌 绝对不会让你无聊 最后一套就是不定后活乐的一病DK 这里推荐的是绿绿红一病DK 胜率51.4% 一病体系终于可以带鲜血符文了 狗活能力有所提升 绝绝怪能够提升狗活能力 帕奇维克让一病DK有一定OTK抗性能力 冰川猎片可以动作对面泰坦 让其无法使用技能 音箱践踏者可以限制一些卡组疯狂用牌 和OTK抗性 另外还有一套三例并DK 但是胜率显示不太高 这里就不推荐了 好啦 这次就是平衡补丁后给大家推荐的几套卡组 祝大家假期愉快 代码在简介区 下期见